看来李小峰和刘凯威谈恋爱这件事对小糯米来说伤害太大了 前段时间杨幂的前公公刘丹在港媒的一次采访中声称 小糯米出现了心理问题 可能患了抑郁症 刘丹在采访中声称 小糯米晚上睡觉的时候 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 经过多次的追问 才了解到这是小糯米太想妈妈的缘故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了众多粉丝和网友的关注以及担心 这部前段时间传出了杨幂回香港想要夺回抚养权 不知道事情是否有进展 而刘丹却给出了不一样的想法 刘凯威爸爸终于心软 求杨幂复合 称小糯米因太想妈妈患抑郁症 还记得每次刘丹一接受采访都会一票否决杨幂 记者问杨幂是否来香港看过小糯米时 他直接回应没看过她 被网友怒骂睁着眼睛说瞎话 可能刘丹就是很会信口开河的吧 之前不是在镜头前说小糯米喜欢李小峰 还说刘凯威现在懂得看人了 对李小峰大夸特夸 这下刘丹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还没几个月就改变口风 说希望杨幂和刘凯威复婚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李小峰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所以李小峰现在是要怎么做 是继续和刘凯威拍拖呢 还是就此分手 之前不是还有传言说李小峰已经怀孕了 如果这是事实那情况也是乱成一团糟了 但也可见刘丹是真的很爱小糯米了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如果杨幂把抚养权夺去了 他见小糯米的次数就一定会很少 但如果杨幂能够和刘凯威复合 就能一直和小糯米在一起了 这也算是刘丹的私心吧 但我们都知道杨幂不是一个会吃回头草的人 如果刘丹有想过这一步 可能以前就不会话里话外阴阳杨幂了 其实一直以来杨幂都有尽量抽时间陪伴小糯米 只不过私事杨幂不愿意拿来薄热度 也恰恰因为这样 才让刘丹对杨幂的内涵有了可乘之机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小糯米能够尽快好起来 杨幂最近去香港的次数也变得频繁了 估计有了妈妈的陪伴 小糯米的状态会有所好转 爸爸刘凯威也有抽空带小糯米去散散心 有网友偶遇刘凯威带小糯米去了加拿大 能看到小糯米的身高已经非常高挑了 鲜瘦的身材加上一片也很好 很有杨幂的影子 我遇的网友虽然在社交平台上帮忙码住小糯米的脸 但他还忍不住夸小糯米长得很漂亮 遗传了杨幂的绝美颜值 但是也有网友给出了另一个说法 就是刘凯威这次去加拿大就是为了给小糯米更改国籍 目的也是为了不让杨幂能够夺回抚养权 不得不说离婚后的纠纷还是很让人揪心的 只希望小糯米能够健康长大就好 相信这也是他们共同的心愿